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來簡單介紹一下萊莎合作角色的他們各個定位 然後他們的強度 順便來看一下莉拉 莉拉是一個重巡 那他主要的輸出來自於他這個彈幕 這彈幕大概是5秒CD一次 前方很高的穿透的斬擊 那個高穿透就是道中越多怪的話他打的越多越爽 所以他這一砲的傷害其實不凡 其實跟一個重巡一輪的這個傷害是一樣的效果 所以5秒CD是也過名思義啦 我們這個選砲的時候我們要選這個5秒一次CD的這種重巡砲 那現在有這個裁菌砲跟這個真路易砲 也就是阿爾吉利亞砲 他們大概裝備起來大概就是5秒CD左右 所以裝備這兩個砲算是比較符合效益的 那魚雷部分呢一般都是選4磁連或是3磁連 只要他的這個魚雷效率其實也不錯 那對攻一般我們也是選STH嘛 那設備方面我們可以選這個砲彈跟這個創始至追 他們的這個屬性命中火力雷裝 其實也剛好符合給我們這個重巡用 而且他是雷重巡 然後一般他的這個特殊裝備 他其實也是這個火力命中 過名之以這個莉拉呢 基本上就是走這個輸出路線的 玻璃大砲 脆皮大砲 所有這個攻擊技能都點滿 那如果說你要在高南海域 有時候在14張的時候你可能會需要換到這個 生存路線的這種裝備 因為14張有很多的這個魚雷 然後基本上敵人等級也很高 密通也很高 所以你的迴避啊生存其實都要點滿 那除此之外呢 在13張以前 基本上你用這一套就做錯有餘了 帶這個砲彈跟創始至追利 基本上算是虐菜成分很高的一個情況 在大世界也是一樣 都可以帶這一套裝備 那萊莎部分呢 他的彈幕其實是跟這個 道具投擲的這個頻率次數有關 因為他這個CD是3秒嘛 所以道具投擲他就會打出這個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 是這個前方人形鎖定 然後是一個弱雷這個型態 分兩波的這個弱雷是火力屬性 也算是一個小AOE的一個範圍啦 所以他的道具投擲越多 那個彈幕打出來的傷害就越高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他道具這個設備攻擊的時候呢 會強化 所有萊莎角色都會強化他這個投擲道具的能力 怎麼說呢 就是一般來說啦 我們一般的這個道具 基本上你給路人裝 他就是一個航彈屬性 威力是50 然後大概比例是輕甲比較重 然後呢 那如果是萊莎這個上場 而且有這個其他角色配合的話呢 其他使用這個道具的這個合作角 他會變成一個乘以3的這個威力 只有萊莎在場合作角色 裝備這個道具投擲才會乘以3 所以顧名思義啦 萊莎就是要丟很多道具在他身上 然後很多合作角色在場場的時候 也要裝備這些道具 才能夠有所去發揮他這個道具的威力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看一下裝備喔 裝備理論上你不能動太多 主要的就是主砲你可以去動 主砲一般就是用西雅圖砲 或是其他的這個輕巡砲 理論上西雅圖砲是比較 泛用啦 比較平衡一點 那這邊 裝備基本上都是裝備炸彈 首先炎燒部分 會取代成為一個魚雷 所以炎燒你一定要裝在復兵裝 他會變成一個雌性魚雷 4連雌性魚雷 不過這個魚雷的CP是30秒 那這個雷球呢 會變成一個六連伯伏斯 變成另外一個對空的這個效果 當然他的基本的這個投彈能力還是有 那剩下兩個風巾跟冰巾 基本上就是變成是一個耐久 跟一個迴避的一個設備 那一樣他們都會有一個 額外的投彈效果 理論上萊莎的設備 基本上就是4個炸彈 然後綁定一個輕巡砲 這個道理是不會變 走到哪裡都一樣 不管在高南海域 或是虐海都是這個設備 你要換其他設備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減少萊莎的火力 那卡拉部分呢 卡拉部分的彈幕其實跟這個 副砲的這個攻擊次數是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副砲的打的次數越快的話 CD越快的話 那彈幕觸發的頻率會越高 然後這個彈幕呢 他是前方交叉的 但是攻擊範圍蠻廣的啦 那另外他這個角色 其實算是一個坦克 把他定位成為一個坦克是比較好的 另外他另外一個技能是幫助前排一個角色 回復10%的這個血量 一個戰鬥 30秒戰鬥他可以回10% 那另外他的裝備方面 一般就是坦克嘛 就是以鋼板還有尤雅座為優先 主砲部分他可以裝備超巡 也可以裝備重巡 一般在高南海有很多的這個盾牌拐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用超巡裝備 當然用重巡砲也是OK啦 重巡有很多砲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更換 主要他不是打輸出啦 所以主砲的優勢其實沒辦法發揮出來 那另外就是一般的這個對攻SKG加命中 然後復判我們剛才講嘛 CD要快 所以理論上卡拉是一個坦克兼輔助生存的一個角色 好那Sely的部分呢 Sely的定位其實算是一個防禦輔助的正行 偏防禦輔助正行 因為他自己有很多的這個減傷 然後輔助的功能呢其實也蠻多的 他可以幫這個所有的萊莎角色有一個減傷的一個過程 基本上他的彈幕不是很痛 Hit的數很多而且是靠別人幫他觸發的 理論上這彈幕是用來打盾牌 而不是用來增傷的 那他本來就是一個正行 所以戰空與該怎麼配應該大家心裡都有底 理論上一般爛大街的配法就是海大王方 SB2C加JU87 那設備方面呢這個神秘魚再加萬靈藥機會有個特殊的效果 就是開掌會幫前排上一個盾牌 這個血量盾其實對於前排的一個坦值來說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一般他打不出傷害那就把它作為一個輔助來用就好了 所以一般設備我們都會給這樣子 那如果你說要對空的話你可以裝個金海盜來做一個對空的使用 否則一般對海到中一般都是海盜王風居多 那Claudia的部分他的定位其實就是個奶媽兼輸出 他又是奶媽這個輸出也不凡 那每10秒可以打出這個彈幕 然後除了預裝填開始可以補血之外 每次起飛也還可以回血 他這個艦載機也是跟正行是差不多的一個艦載機的這個數量 而且的效率 所以他既是奶媽又是輸出 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一般我們就是對海的話就是海盜王風 然後蘇魚或是BR810 這樣起飛速度都很快 那如果說你要換成單體的話 你再走JU87作為一個單體的消耗 那設備一般我們就是捲油壓 因為油壓的增加航空值的幅度是比較高的 而且他的基本裝點很高 有輕航的裝點然後有正航的輸出 這些角色簡直就是做壞了 如果你說還要再對空的話 你可以換一個這個金海道來做對空 其他或者是你想要用這個飛龍 踩飛機飛龍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過他的CD比較慢 如果沒有補血的這個問題的話 用踩飛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最後這個帕特立項呢我們來看一下彈幕 彈幕基本上跟主炮的這個發射時間有關 所以這個主炮CD越短 他的彈幕基本上打得越頻繁 因為百分之百嘛 這彈幕不管是這個前方穿透也好 或是固定前方的這個跨射也好 他必定就是要站在這個旗艦尾 然後呢這個彈幕還會爆擊 然後必定會吸血 所以這個穿透越多 他吸血量越大 也就是說帕特立西亞在這個旗艦位 除了基本作為乘傷腳以外 他的吸血也會讓他有很多很多的生存 基本上生存力已經來到大地等級的這個生存力了 那一般主炮我們就大概都會選這個飾武器 因為CT比較短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大地炮來做這個取代 然後設備方面呢 一般虐菜打13張 其實一般用這個道具都OK 因為它就有活力命中的一個補陣 所以都可以 副炮也是用這個一般的青群副炮 對空用STH 那一般如果你說你沒有彩炮的話 或者說你要打到14張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換到這個大地 跟我們所謂的這個金火控 這樣子他的CD又更快 道中清雜雲能力又更快 一般打虐菜的話 13張以前我們都會選用這個道具 因為配合萊莎隊用道具其實是比較好 短期戰鬥是比較好 那如果你說要拖到很後期 拖到50秒以後的話 我會建議你換上傳統的這個黑白彈 或是金火控的這個設備 好啦 經過剛剛的這個角色分析 還有裝備推薦呢 相信你應該對這個萊莎艦隊的角色 有一定的這個了解 如果你還是不了解的話 大概推薦你這個現役團的定位啦 一般來說現役團的定位 坦克就是這個嘛 跟這個歐根一樣 然後輸出有跟哈爾冰TOP3 然後莉拉大概有跟這個舊金3差不多 就補血我們一般來說 鷹仙座很補了 那Claudia在這個聯動船裡面更補 輸出更多 那輔助生存的這個陣行 其實跟這個祥賀差不多 那綜合起來 帕特利西亞的這個輸出 也跟這個VP一樣 生存來到大D等級 而且他們這個艦隊 萊莎艦隊是可以互相Buff的 那底下這個雜牌群 理論上是做不到 互相Buff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萊莎初級 基本上可以佔到更多的優勢才是 可能這樣子只是紙上彈兵 可能沒辦法了解萊莎隊的這個強度 那我這邊有準備幾個影片 首先你帶這個13章 就是13之4 大家都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萊莎隊卻是輕而易舉 基本上你用這個道具裝就可以了 那等級的部分大概115級 然後對空大家取得優勢就OK了 不用到確定了 當然確定是越好 那這個你就可以直接一隊全部清完 萊莎從1隊軍王到打王的部分 打王這邊可能會有點抖 因為萊莎隊本來就是不擅長長時間輸出 所以打王這邊會有點抖 但等級方面115應該還算是堪用 那120級絕對是穩的 這邊13之4 基本上萊莎隊就是直接可以做個碾壓這個動作了 那如果場景拉到這個14章的話 我是覺得萊莎隊如果整體120級的話 是可以打到14之2的 那如果裝備稍微要換一下 因為14章有蠻多魚雷的 所以這個前排換上這個擋雷板 那那個帕特立夏我也說過 他要換上這個金火控 來增加這個道中的這個輸出 所以這個在14之2 紅海的情況下 他也可以全部都清完 道中全進 當然打王你要另外準備一隊去打 這個已經淋彈了 沒辦法再打王了 那之後你要打到14之3 14之4的話 我相信也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的話 就是你要用手抄的這個部分 但你可能就需要用到這個前推艇 來做一個輔助了 因為在14之2 我在沒有前推艇輔助的情況下 他可以自己打完整個道中 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你要打後面的話 可能要需要其他的這個前推艇輔助 或者是你要換上其他的這個人選 因為14章14之314之4 他們需要比較多的反潛 所以你要上比較多的這個驅逐 所以你可能前面你要換上這個六花 然後可能會換上其他的這個驅逐 那後排的話 你可能還在上一個補血的這個 比如說獨角獸改或陰間座 這樣可能確保你在這個道中的這個順暢都會更好 好另外在大世界的表現呢 基本上萊莎隊本來在清道中能力就是很強的 就算我們打到這個中心部的這個海域 因為它等級都很高 已經超過110級以上了 打起來其實也不是相當的實力 120級我們打這個海域 也算是20秒左右就可以結束一場 就算是打到我們這個輕15等級的這個C連 相信應該也是可以一隊去解決掉啦 基本上道中隊能夠一去解決掉的這個角色 大概輕15都綽綽有餘 輕16可能一隊可能還解決不了 有時候這個詞對的問題 因為一般道中隊本來就不會要求他打王的力量多獎 本來是在意他的清早能力是不是夠強 這就是我們大世界對於道中隊的一個定義 不過萊莎隊整體而言的強度是有啦 輕15應該是都OK啦 就算打不死也差不多可以讓他殘血很多了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萊莎合作角色的一個綜合介紹 基本上萊莎隊就是盡量把這個道具做滿 做不做不滿也要把萊莎這個四個炸彈都做滿 再來各個角色的專武 尤其是SSR的專武也要做滿 因為他這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個道具 好那以上是這個萊莎隊的一個綜合介紹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這次萊莎角色的這個強度 那我是小朋友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